大阪市初乗里乗列山 十時四十五分 啊 愛秀の駅 十一一半分 姿哥 你那邊準備好了嗎? 我們已經到 到他那邊了 好 到他了 在阿里山森林起入 在一九一二年完工通車之後呢 就運送了大量的木材 讓嘉義市成為了百年的林業聖地 而且現在在這個地方 就是當時已經啟用的一個 火車修理工廠 那個時候這些森林火車 他們不管是維修或者是保養 統統都是在這裡 而且在那個時候 哇 甚至有兩百多的工人在這邊工作耶 烏 快起來啊 我人生中 第一次看到火車的底部原來長這樣喔 長官 你現在要帶我檢查什麼東西 現在要檢查的是火車的煞車 因為是長時間的下坡 那它的耗損會比一般平地行駛的耗損還要大 可是問一個冒昧的問題 因為我現在看的顏色都很像 哪一個是煞車 是不是看不得出來 這個煞車 我們口語講的煞車皮 然後 那在我們林業鐵路講的話 它叫做韌快 它就是這一顆 看起來是 韌快 韌快 喔原來 所以其實是它就是了 對 韌快 對 夾在輪子旁邊的這一個 我們現在要把它鬆開 我覺得在這個底下啊 每一件事情的情緒都會被放大 比如說我都很怕它碰一個鍵 或者是按了什麼東西 然後就會 哇啊啊啊 你知道嗎 我猜一趟大概要多長的時間啊 我們正常以分球來講的話 從下一道分球的話 我們大概都是兩個半小時就會到了 兩個半小時 不休息 不能尿尿 不能偷懶一下 不能打盹 不能抽菸睡覺 都不行 那個你有常坐這樣的森林火車嗎 以前還蠻常坐的 印象中第一次坐那時候我還很想 然後因為那時候人很多啊 然後我是被大人抱著 從車廂塞進去 塞進來喔 對我一邊打哭一邊邊塞進去 然後那個是我小時候很深刻的一個回憶 哇 所以那個時候的阿里山的森林火車 是這麼新鮮大家都要搶著塞進來 對 因為以前阿里山公路還沒有通車之前 我們要上阿里山就能搭森林小火車 對 所以那時候這版本都是爆滿的狀態 這個軌距是七六二厘米的 比較輕便鐵路 對 因為它只是為了運送不產方便 再加上說因為我們阿里山鐵路因為它要爬高山 所以它當時最早它並沒有想到要有賽客 那沒有想到現在阿里山沒有繼續在伐木 然後沒有再繼續運送木材 但運送的是我們這些來朝聖的 對 現在伐木是觀光很重要的一家庭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木材 對 台灣所有的檸檬 就是我們阿里山這支檸檬最好的 以前在這裡做木材 如果要去鎮腳 要做穿鎮 真的喔 人家都不忍聽鎮大 都聽不到大眼 對 嘉義市這個都市的感覺 這個質感 就是因為有很多這些木造的房子 小小的 然後質感不太一樣 那所以你在這個都市遊走的時候 在那邊 街區裡面轉來轉去的時候 你遇到的就都是這種 很多這種建築 所以它無形當中幫這個城市 有一個它自己的棋子在那裡 這裡真的超多漂亮的木造房子 好像來到日本 很難想像 你看 嘉義市它大概比台北的市林再小一點 可是居然可以有六千多座那種 很漂亮的木造建築 可見當時目睹新盛的那樓繁柔景況 雖然現在阿里山沒有繼續在伐木了 可是走進這裡 好像又可以感受到當年那樣子的親情 有嗎 哈囉 小妮 是市長 我感覺這樣 真美 謝謝 我好驚訝 因為我剛剛走過來就看到一個咚咚咚 很深刻 是永媽在這邊 我們在DIY 妳很生氣就這樣搭搭 這聲音好棒 真的 媽 你看打的這個它是木頭 然後上面又有一堆這個 很像豆腐乾的東西 我來介紹一下 好 這個都是嘉義士的元素 妳知道嘉義士是一個木頭 對 那其實這個就是台灣山 對不對 就是很高級 很高級的 真的超高級的 那妳看到這個現在有點像馬賽克的概念 對不對 這是嘉義士的交集商 連這個都跟嘉義士有關 有關 來和舊時光進行一段溫暖的對話 聯邦銀行和在台灣的故事 邀您一起走進文化聚落 欣賞古蹟之美 對 對